歡迎收聽今天的《動漫無雙》 今天是計這個Figure之後 另外一次有關的主題 但這次是比較 specific 小一點 是說可動美少女 Figure熱情 你不算美少男的? 你有沒有搞錯? 有些可動醜少女 又為什麼? 你找到可動醜少女 麻煩大家先說 先說誰 I am 楊華儀 何馬仔 嘉賓阿澤 這次是有嘉賓的節目 我們要拍掌 依烈歡迎 不用了 你們不要搞太多 不知道什麼 我們一開始先說一些 點題 問問問題 大家贊不贊成這個Figure 是有關節的 阿澤先說 不要緊 這個問題是讓大家想的 不是讓我們回答 我們在這個時候 用來貼一些 我們先補完一些資料 現在市場上大部分看到 大家可以買到的 一些可動的美少Figure 究竟有什麼呢? 最明顯的 海洋行 現在就少一些了 過去多一些 大概會是三四年前 那時候會比較主力 也是它第一個開始 可以當成的 就是海洋行的三口式 但是三口式本身 就不是做開話 是以人型為主 機械型的 對 所以會產生一些關節的問題 我們之後才會說到 好 另外可以說 取代三口式的地位 的物體就是 MassFactory方面的Figma 你說取代嗎? 在市場上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那三口式 如果你說出到人型 應該第一隻 是人型 應該是Saber 那類 你有買過幾個 對 是 Hard Saber 好像當年 那是Hard Saber 當然是出普通Saber 好像不能賣的 那一隻 然後又出越多 然後又出了阿林 林可以早速一點 這個應該會是 是比較三四年前的事 然後最明顯是 他真正的對手 或者市場上取代了他 但有買而可能不同意的 那就是MassFactory方面的Figma 應該是200多年 2008年了 是的 2008年了 用場門有氣做逃炮 好像是不是 一開球就賣得很順 不過那時候2008年 可能那時候 其實掌門是不是很好賣 我不是很清楚 但之後的Saber 或者之後的薪工 真的賣得很快 可能幾個字已經賣完 其實當年很多人認這幾間廠 都是主要出薪工和Face 因為這兩套 某程度上 都算是時下得令 我還記得Saber 就很會吃得飽 但當然Archer 都不出來 Archer那些是之後 我們會說的 得意還意 然後這個可以說 是最新少少 但是產量比較少 也都不太明白 為什麼它會出的東西 這個就是GSC 那邊 就是Good Smile Company 可以說Mesh Factory 的兄弟公司 或姊妹公司 就是Astra 但是那些 簡單來說 有一隻比較大隻 但是產量比較少 現在主力大部份 都是出的幾隻 五隻以來 應該是 都是魔法少爛刀夏的 這個可以說 現時大部份 市面看到的東西 但當然 也會有一些過去 除了已經產生的東西 例如可以說 舊一些武裝神機 那類 這些是過去已經存在市場上 夢面超人 不是美少女 都有美少女 美少女 戰士 夢面 Fig 他們Fig 但某程度上 就有少少不同的兩個定位 這個我們可以 跟著那邊再探討一下 好了 我們先說完一些 基本資料的東西 大家可能當給小時間 大家回味一下 大家自己買了些什麼 可動的呢 我們又問一次 大家贊不贊成 Figure有關 我們有一個 玩家角度去看看 首先 可動 和不可動 目的 或者可以說 玩法上 有些什麼不同呢 其實 你見你的臉轉過來 那我就要回答 我轉過來嗎 對呀 我知道 你很熟悉到零過來 我做到錯樣子 我看得很清楚 可以有 我看得很清楚 其實我可以說兩件事 關節可活動 其實都對 這件事可以很大的範圍去說 但我想再說一件事 其實可動不止關節 你看個Figma 其實那個面 可動 或者Landall 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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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動的關節 其實 可動 可動 可以 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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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高 例如你看到 很多同人活動 有時候 人們會拿Figma 來拍照 他們的可動 程度 是可以加深 可動 可動 但是 日本也好 香港也好 如果你是城市人 其實有多少時間 可以每天和他們 活動的關節 加上 兩件事 如果你是真的拿來玩 當然 加上 你如果有很多個 Figure 在這裏 你可否每天更換姿勢 大家可否覺得 Figma的關節位 某程度上 感覺上 好像很機械人 這是我不喜歡的原因 我們現在還在集中在玩法 怎樣玩法 不如說說我所知的河馬的玩法 你所知 我怎樣玩法 河馬的玩法 就是把Landero 全部放在這裏 然後拍照 那沒有辦法 你想想 城市人是這樣 難道每天都去 不是亦信 難道是掃描嗎 掃描 掃描 可以的 有時間的話 那有馬你又怎樣 我先說一下他的歷史 我記得有年 我不知道 撞到他 還是打給他 不知道找他 總之 然後就上去 吃東西 然後吃東西 一號 無頭有一個人拿了一個相機袋 一個小小的相機袋 一個小小的相機袋 打開相機袋 不是相機 是一隻 Lucky Star的Figma 然後看到為什麼 Figma 躺在相機袋裡面 然後有一個人又說 這個是我老婆 說完 哦 不是 秋三菱來嗎 那個 第幾代 不是啊 第幾代老婆 不要理他了 所以說 某程度上 這個 大家家裡的觀眾 千萬不要學這些行為 第二 下啟 就是 可動Figma 這是我們接下來說的 大小 可攜性的問題 你可能會拿出去玩 可能 或者 我剛才問一個問題 說 Figma 可動和不可動的問題 可能 有些部分的玩家 或者用家 或者想家 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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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會再定義 通常傳統的Figma 你都知道 那個動作是由造業師去決定 你回家 可能有一定的觀賞角度 去拍 去看 但可能部分玩家 就覺得 不太甘願 就覺得 應該有其他動作姿 可能從而 那些是拿風筒出來玩 或者浸水 那些 有些人可能 失敗了 吹得太熱 燒燒了 扭彎了 那些 對 或者整隻手 鋸了 那些 可動的Figma 特地 即使 可以差 給你自由置 當然自由有代價,會出一些很奇怪的裂縫的手腳腳,就算是難免 所以你所講的裂縫是,你玩久了就有個裂縫,還有關節的裂縫 本身關節是裂縫的,傳統機械人有關節,很合理 但當人體,尤其是山後式關節之後,就好像大腿空了位置,很呆眼 Figma 都算好了,有收尾的關節 我舉例,本身大腿,可動幅度大一點,比手臂大很多 通常來說,你明顯看到山後式的裂縫會養衰很多 但Figma 也算是比較漂亮,但仍然有個裂縫,擺姿勢不太好看 所以Empire 大腿應該沒有裂縫 所以Figma 多數都是穿著長腿絲襪 因為深色的黑色的裂縫,可以掩貴腳下面大腿的裂縫 你想事想得太細緻了 我也在玩家角度,出發者 你不知道怎樣玩法,我不管你 不過可以說,像黑貓那隻Figma 那個腳、眼位都有關節位 他用黑色絲襪可能會遮得到 對,就是這樣 所以,你要看到,所謂的衣服的造型 通常Figma 都用心機掩蓋他的缺點 讓你看不出他有關節的地方 這些很明顯是遮疤痕的,簡單的 對 這個之前Figma 將會推出 Love Pass 的公仔 我也曾經評價過,因為它是一個下服的版本 所以它其實很愛眼下 你看到,當年出家是先出東服 現在東服,因為東服長袖、長袖 遮得到,但是下服的時候出事 就看到手臂拿一些東西出來 不是肥肉就可以 關節位其實很醜 所以可以說 其實是,尤其手腕位,如果它的關節更多 等一下不要說關節 我還是說到玩法 那你說Figma 關節,那關節是很大的問題 你喜歡混合來講,我催你不將 不要緊 但是,我要提一下另外一些東西 就是,很多時候有買意說到 就是造型私下就是做那個活動 某程度上,你買回來的不可動的Figma 就變成一個景品類似物體 但問題是,那個景品 是你買回來就是這樣的 你自己改變不到的 可以說某程度上,這些可動關節提供了的 可塑性是甚麼呢 就是說,你自己有一個自由度 怎樣去擺放它的動作 所以,就會做到另外一些東西 就是一些所謂的明場面重現 這類型的物體 當然,這個是很在乎 就是,剛才所說到就是 本身不同的廠方 或者是Figma 或者Figure 那些東西 關節性能方面可以做到怎樣 以及相應的一些部件可以怎樣 但是,某程度上,這個可以說是最明顯的分別 但是,想做一個小小的比較 就是,已經不是美少女和美少男的分別了 那些不是人 那些就是高達 高達都會有,可以說可以動和不動 基本上大部份都可以 你說,Gundam Flex也好 HGM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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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MIA 甚至最簡單的 我組裝的HGM、GPG 全部都可以動的 但是,也會有一些扭彈的景品 或者可以說是普通正常 一個合的景品 那,始終 對比回類似的情況來講 究竟 那個可塑性方面有多大 還有,玩法始終 人形Figure 我們說回美少女這邊 就沒有高達那邊 所以要組裝的東西 某程度上,你可以當它是高達那邊的 一些可活動的人形 但是 那個分野或者是 怎樣去定義 不要說怎樣去定義 那個重點 玩家為何會取決 或者選擇了可動 或者非可動 那就是一個目的性的問題 不要太高達 我有一個比較好的例子 即是,現在有玩戰隊系列的玩具 出一些機型 戰隊機型 如果大家都在近幾年的DX合作 超巨型很大 質素又漂亮 但問題是不能動的 合完體之後 大合體是不能動的 不是的,之前有報了一些木造 R700 不是的 但是後來 出一些比較少來合玩 吃玩的就可以動的 那你想要一個可以動的機器人 還是一個不能動的 把動在那裡 一個不動明和的機器人 就是一個可動Figure 和一個不可動Figure的分別 我覺得又不只可以動的 你想怎樣玩 我覺得 阿澤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見 對於可玩和不好玩 我自己玩開那些 蒙面超人 或者高達都好 本身都是可動的 如果是那些 非人型的玩具 可動我比較喜歡 比較多的 但如果你說 去到一個女角色 我也是很介意一下 其實它的關節 其實有時候都很耐眼 如果不是因為 喜歡那個角色 可能未必會買 嗯 其實都對 如果我說 玩一些可動性的 如果要玩 怎樣說呢 你要玩得好 不是不行 玩得好 有馬而言 對 立刻一笑 讓開等著多久 玩得好 例如說Lucky Star 你如果要玩 你不可以放全脂肪 你可能要放高梁美肯 同姊妹 那些 然後你又要整個 可能整個背景 你知道Lando 很喜歡買些 這個不夠的 當年是 買夠四天之後 如果你又買了 背景 有背景 你可以做背景 也可以做一個課室 可以做一個課室 所以它就要很多 這些部件 給你去玩 你要玩到這些 才能做到一個名牌 算是可以的 聽說整個團 可以給你演奏 也就是剛才所說的 一些名牌面重現 但不可以單一人 單一人都可以 單一人就不好看 沒錯 這就是為何 剛才我用高底的例子 等於你去所有的展覽 你都會看到一個 例牌的情況 在現時很明顯 你要看到一大堆 那些 SD三國武鬥傳的 不知道某個國家 冰仔 排在方陣 很好玩 這就是我所謂的 為何說 景品 在Figma 方面 也會看到類似情況 就是 很少景品 是會單丁的 所以某程度上 這就可以牽涉到 一些商業元素的東西 已經脫離了 玩家向的東西 其實你玩什麼系列的玩具 都好 其實你買開一隻 很多時候都會連其他角色一起買 好像之前買Figma Keyon 其中一個角色 例如秋三菱 你會把其他的角色 配角 什麼都買完 這個買了一套的情況 其實很難避免 就算買其他玩具 都是一樣的 現在好像看著一些人 沒有關我的事 繼續生氣 但是 我剛才估物量說 買不買一套 但買一套這件事 其實是 蠻墮入廠商陷阱 因為我個人認為 我又不會做這些事 當然買一套有個限度 好像Lakistan 那些老人都出賣 很明顯後面看不買 你什麼都很多老人出的 你沒有說Keyon 但是你說 薪工出到後期 那些人都應該看不買 什麼喜六川 對 那些出賣一閘 那些掉了價值 那些掉到價值 你就可以拿回魔改 就算 就算你說 以為出一套系列人物 那些人會買 其實那些人買 都會有限度 那你很難的 譬如你一個膽子的主角 你拖十幾十個 那你不可以每個都買 整個場面前燈 簡單來說 某程度上 玩家的目的 其實都很狹窄 用法方面 都會在於 本身 關節帶來的可動性 帶來可以 有一種玩味的增加 其實很明顯 都是一些場景向的東西 當然有些人拿出街 拿來怎樣玩的 那些定作別論 但是本身說 可能傳統那些非可動的 這些沒有關節的 其實 幾局限於 觀賞性 或者拍攝用途 所以兩個本一上 可以說有些不同 那同樣道理 如果你拿來擺 還有拿來玩的 始終是兩件事 這個可以說最明顯 是一個玩家角度的分野 但是究竟 在市場情況方面 究竟是否反映 這些情況呢 或者是廠商方面 或者是生產角度 究竟又會是怎樣呢 這個就是我們下一次要說的 角度究竟又會是怎樣呢 這個就是我們下一次要說的 角度究竟又會是怎樣呢 這個又 好了 又回到第二節的動漫無雙 我們這次就開始說一些 非算是太玩家向的原因 或者因素 就變了一些 用家向 觀世家向 不是用家 你有沒有想想 我不是很好奇 你平時會怎樣用呢 我們可以舉一些 用家 如果有人自稱為用家 當年在這個Figma 未出現的年代 當年 你會看到一些 比較面目可憎 或者叫做 酷乎帥仔的鴨賊 那些鴨賊 就會看到一些 日本的名人 就是怎樣玩 名人這個字 你不要理會是什麼 某人 某人 日本有某人的玩法 有某人的玩法 就是什麼 將鴨賊在腰間 插出類似雪條棍的物體 然後將鴨賊 做了一些定格的動作 然後 然後放了一個片段 播放一些JPG出來 形成了一個動態的流程 等一下這個人 就像播片一樣 一個action 這是GIF 然後 前題是什麼呢 前題是一堆 做同樣動作的鴨賊 用一個圓圈 包著一個saber 火車 然後 最後 影片到最後 就是 當鴨賊散開之後 鴨賊整身都是白膠漿 然後影片完 大家想知道的話 可以上網找一下 或者這位仁兄 是有一齣同仁字 我們覺得一定很有錢 買一堆 是的 那時候那些鴨賊 只要五百多元港幣 有錢又有心 有六隻 還是八隻圍著一個saber 嘩 可能假的 是copy and paste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買那本鴨賊 是非常值得玩的 你給他這樣的錢 然後 那些人是用一個 消耗性的 去用白膠漿 去淋 成本很高 唐漿 不停淋 那些筆架 反來反去 不是呀 它每一隻都淋 你沒見過嗎 沒有呀 很多隻都淋 我看過Aster 自己在斬著下面的 那些筆架 我都看過 好笑 那這些叫用家 我不知道 又買二你自稱為用家 你是怎樣玩法 嗯 終於暫時 撇除了撇除了用家的部分 先說回一些 比較商業向的東西 就是 一個市場定位的問題 其實如果你說在 這些可動人形 山口式的年代 衝擊其實未算是很大的 因為如果你說 在銷量榜 或者訂購榜 方面 它不會說是一個 沒有名次 但是它名次 不會說是一個 佔了太高 或者是 佔了一個很主流 大部分 一些高榮次的一些產品 但是山口式應該這樣說 山口式其實 當時對我們玩具價 有一個很大的衝擊 因為它的活動性很高 還有一樣很重要的 它很便宜 一百元就已經有交易 所以當時Bandai 導致整個機械客人的市場 來說 山口式的出現 其實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山口式 始終它推出的量 不算是很密 還有女角比較少 是 是 因為山口式主要 由這麼久以來 我還沒計算 它近來開始推回 Queenbase那類 Vivotech那類 它本身來說 過去大部分都是機械客人 你也知道 山口式的系列 大部分都會是 他本身是出生機械客人 山口成就都是出機械客人 什麼戰隊 什麼機械客人 這個可以說是其中一個原因 所以你也值得質疑 他當時山口式 他上到的榜 究竟是否 它這麼Hit 還是一事無償放 便宜價玩 可能一場幾十隻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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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聽你這樣說 百多元也算便宜 如果是相對於現在的Figma 你錯了 你知道桌底的東西 你會計算到價錢要多少錢才肯入手 等於之前的VF1 Marcos初代可殺一段變形 一開始殺價出來 一百九十幾元 後來都變成一百五十幾元 然後樹屋問我 會多少錢的應該是OK的 我說你等到什麼什麼 然後就說 應該這麼多錢的 然後經過了一年 不知幾個月 兩年之後 終於看到那個價錢甚至更加低 當然會做到 剛才所說的就是跌破一百元 那這樣正常的 那樣東西你開始不流行 你開始不流行的時候 不是開始不流行 有些東西不流行 但有價值是很硬的 簡單來說 如果你不是等玩的話 有時候有些東西 是不會等的 你會知道貨的那些東西 算吧 這些太不好說的東西了 是的 那我們繼續說回另一件事 就是 山口式未必做到 對美少女的Figure才能做到衝擊 但另一件事 可以說取代了它的東西 在市場上 就是Mass Factory的Figma 某程度上 或者是開始做到 對市場的衝擊就比較大了 當然 一開始可能說 數貨數得很快 但是究竟有多快 其實 你很難用一個很量化的技術 因為其實它一開始 它的生產線 其實都未算是主力 或是Mass Factory生產線 未算是全都是Figma 都會用回它舊市 過去一些 不能動的Figure 但去到近年來 這幾一兩年 已經是全線Mass Factory 也要去Ship 變成一些 不可動的Figure 就變成了它的姐妹公司 可以說 Eltar Eltar 或者Gruzmark 那邊 甚至是內部產 所以是圓形 這些情況會出現 但當然 它這個做法 其實 換到市場價值是怎樣 在偶程度上 算是有目共到的 你不論以各大 的訂購網 甚至 人稱的 連Amazon都沒有 那些東西 真的沒有 以Amazon來說 它是可以長期佔據 那個榜的 幾大部分 而言 重點是什麼 Amazon的排名榜 其實有別於 暴發排名榜 例如ArmyArmy 那類的 它不是計週間 或是計月間 其實它是幾即時性的 那其實 如果你一直在 檢測的市場 你會看到 其實 去到現時來說 即是 Lander Law 即是本身 GSC那邊 那些SDI 你可說 Skill版的可動 和Mass Factory的Figma 在整個榜 即是即時榜 來的 頭二十位裏 通常你會說 佔到十位以上 其實是 幾常見的一件事 而且通常佔到一半 如果是 是啊 是佔到大部分 如果你要說 是一些傳統的 非可動的Figma 要入到一個榜 不爛的 如果Figma剛剛出來 那一刻 但問題就是 它入到一個榜 但它入到一個榜 第幾位 這個就是個問題 例如說 那些紙媒公司的廠 可能是剛剛出的 它的產品 可能都上到十幾位 但這個是 剛剛開始訂 即是 最多人訂 但它都是打不贏 它輪廠的可動 某程度上 可不可以算是 可動的市場 已經開始完勝了 非可動的市場 這個就是另一個問題 當然 你說到一些比較 觸目的非可動 例如 上年的 Nanoha Movie the First Stand by Ready 那一隻 是幾厲害的 但我看回自己 即是 剛剛看回自己 一些backup的data 即是 我怕我說錯 我那次capped 那個data 的period 就不是很大 剛剛好就是 可訂之前 和非訂之前 就是可訂之前三天 非訂之前三天 但就算 訂了開售之後三天 Nanoha Standby The First 已經是跌到第七位 當然 它之前 頭幾天 是第一位 但三天之後 跌到第七位 之後 replace 了什麼 就變回了 Landalloc 究竟說 當然 它的價錢一定是低的 因為 Landalloc 或者Figma 本身的價格 大部分都不過三千日圓 另外 有一部 特別一些 限量版 或者什麼 可能是上三千五日圓 但你要知道 一隻Figgar 以GX和Elta的價錢 定位來說 起手大部分 起碼都六千九 這是以前的價格 現在大部分 其實只有七千九日圓 甚至 Stand by Ready 那個 質素 或水準 是過萬日圓 當然 價錢 考慮著 不會完全牽涉到 一個 換家購買意欲的問題 但始終 每個人生活都要錢 所以某程度上 就會疏 疏 不疏 另外促成到 一個銷量的問題 還有一方面 有錢 我覺得 用量 空間 大小 也是一個關係 對 這就是我們剛才 換家購買意欲的問題 舉例而言 很大部分 Figgar 如果用回 Figmar Figmar 或是 Nanderlo 指媒廠 Alta 或是 自己洩出的 Figgar 某程度上 動作 整個關節 抗展度 你可以說 那個佔地 其實通常都不算太小 都有花瓶 例如你剛才說 Nanderlo 因為動作擺幅大 所以又不能動 那些不算大的 你看看 無瑕的 拿那些 你的陷阱 你的陷阱 大人版 飛突 小女生飛突 可能同一隻Figgar 但是差不多 但因為很動的Figgar 可以站直直 很多份棺材 可以插入武器 所以大小可以收納一個比較小的角度 我不會反對 但如果用一個比較客觀的基準來說 剛才提到最大隻 是巨型飛突 雙大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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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所謂的一箱四隻 一個大箱四隻 但是那個箱 我講的是半個雪櫃這麼高的箱 但如果你說是正常人 一箱四隻或一箱六隻 或者四隻 六隻或八隻 六隻或八隻 一箱或八隻 大概 平時看 但那些箱可能是正常 大家搬家那一類箱 就箱了 那不算 算是很大 普通箱一個 但如果你說換到 Landler或Figgar 其實那些是一箱超過十隻 十幾隻 十二至十六隻 部份的箱是小一點的 其實某程度上 前提提到擺貨問題 即擺貨方面 會節省一點 其實擺貨問題 是每個玩家都會遇到的問題 同時就是你買了之後 擺貨 擺貨 或者是廠家 擺貨 擺貨 兩樣東西都是方便的 廠方來說 商勢的可以多進貨 入多些貨 當然可以沽多些 商勢是否嚴重 嘩 要笑 另一方面 就是換家 用家來說 擺貨 看見你的尺寸 不算大 家裏都有位置 其實後排 可以多放三隻 我都會進去 但問題 如果有些太大隻的家裏 那就考慮一下 這些就是河馬的情況 大量 對 我講我的情況 情況是很麻煩的 其實 IM說得沒錯 其實價錢方面 通常都會和那個 Figure的大小 成小小正比 例如 以前Liongong出的 和Lucky Samsung出的 那些比4 那些 你差不多 四零的套 那套 最麻煩的盒子是方形 很適合 色仔 你這麼大隻 那個盒子 都很麻煩 在家裏放 其實有九成 實用空間 只有三成 其實有九成 實用空間 只有三成 這次買樓 其實Liongong也是一樣的 你買Figure 你沒理由丟掉盒子 如果要Trade out 你也要有盒子才Trade out 所以你除了擺公仔之外 其實那個位置 除了公仔的位置之外 你只要想想 盒子的位置 可能佔公仔的三倍 其實你還有很多Pass 你想想 你Figure也有Pass 你一樣 Liongong有Pass 很多 所以那些Pass 你還要用安置時間去擺 去盒子 不要弄亂 其實你需要的地方 其實不用 你不像別人擺貨 那個情況 就是你賣一盒 那盒就設定了 你買了進去 你又要擺公仔 又要擺盒 兩個位置 所以你雅的位置 相對來說 真的要想 很多時候 你買Figure 這個要擺清楚 還有 當你越來越多 這類型的玩具 比如有五十多隻Figma 你放在一起 你發覺 你有沒有五十多隻Liongong 應該不止 不止 我身房 你不會有什麼興趣 去幫他擺POSE 放完放入櫃就算 你想想 會不會擺五十隻POSE 就是你五十多隻 就是轉POSE 買回來拆開閣盒 看看聞一聞 不可以了 今晚我去收一下櫃就可以了 為什麼要聞呢 我想問 你是不是想說 這就是一個PVC膠的問題 PVC膠的問題 PVC膠的問題 你聞到呢 你聞到哪裡 是有毒的 一自殺的大字是毒氣 你問你了什麼 你五十多隻 我還沒說清楚 如果你買回來 通常有些人不擺 那又有問題 你本身積聚了那些氣 你要放回來 你在串我嗎 不擺 你不擺 我真的 繼續 總之拿回來 拆拆梳梳氣 再問 可以了 正常回答 我回答 這就是我的方法 大家不是其他東西 都可以做其他方法 通常都是一些反面來自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學 加上 始終 都是說 好像大家所說 金錢是問題 其實你入一兩隻 就沒問題 你反而入五十多隻 你又要位置 又要錢 香港全國尺土 其實你是很特例 所以不用太重強 錢我是問題 錢我是問題 你不是特例 錢對於我來說 是問題 大家自肅吃 你五十多隻以上 不是很多人有你的量 其實香港人 如果要擺 多數會擺在組合櫃 錢不是問題 錢是問題 即是組合櫃 即是玻璃的組合櫃 都可以 其實你沒有開燈 你開燈很容易 會死 所以全都會關燈 你成功 你怎麼看你的官商用 就是玻璃 即是在廳裡 你那些官商用 和你那些用家 是不同的 對 我們先說另一件事 就是所謂的 為何它可以上榜 或者市場優勢會 要看另一件事 就是它的出貨密度 其實你說近年來 你要看到它的密度 是越來越高的 因為其實某程度上 它所涉及的範圍 即是Landero也好 或者Figma也好 Landero最簡單 它會有所謂的小Landero 這個我叫做的東西 小Landero 即是那些 什麼 類似盒彈形式 已經變成了 當然你可以一盒 一Box 買回來12隻 是齊了 特別版 可能說 五千日圓 因為它是五百日圓 一盒 他們叫Landero 撥斥 通常一盒五百元左右 五百元 即是日本扭彈 其實不會扭的 那些當然要購買 價錢方面 我試過扭 扭了一隻白石回來 我坐底了 我多吞 這些 然後再扭一隻出來扭 什麼 小神精 好運 一對 這個問題因為很多好 都會被人抽起來 大佬 你買一盒 買一盒 其實那些扭彈機 純粹 純粹是用一些散資 無聊無聊的東西 賣錢 對你來說也不是問題 賣錢 賣錢 我知道 說出行密度 其實很明顯的 但是你會看到 它原本說 Figma 或者Landor Figma 尤其是 很偏向美少女 但你會看到 日戰發展成熟之後 它推出的產品 很多時候 你會看到它涉及的繁華大了 例如說 它會涉及一些 米老鼠的產品 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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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算是 你看到它會有相關的東西 其實它會出得越來越多 也會看到更神奇的東西 就是 去年是買Figma送Game 這個是Figma很特色的東西 開頭的一隻 是送HGame 買Figma送HGame GSC 其實最近出了一隻 也不是最近 去年出了一隻HGame 這隻HGame是可以免費下載的 但是 當然 如果你想要一隻碟 那你就一定要自己付錢 那賣的是什麼呢 就是它送了一隻Figma給你 你錯了 是買Figma送HGame 買Figma送Game 買Figma送雜誌 但是 我覺得 他現在 Guzmar也好 你要講你的痛苦經歷了 不是 我不是說 我覺得 他現在開始 會跟一些 例如電視台的節目 例如Harluchan 例如報天戲那個 例如之前說 Danny Chu 那個動漫節目 那個公仔 也好 他也有出一些Figma 紀念性 對 他開始出很多 這類的物品 所以說 他的光圈很大 可以同時 令到他的入出量大 因為通常 如果是出這些 不一定是 看過動漫畫 普通人都會買 超越了動漫畫的界限 所以我覺得 他成功 就是成功在這 他可動的情況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他懂得開 普通人 你可動不可動 我會回家玩的 可動你玩得多 你就不會再想玩可動 這個可動 流鬆了 這些是Toy Story 玩的東西 甩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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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壞了 還有Figma是很脆弱的 這個我們上部份 比較小碟的問題 其實我們可以後來補回一點 另外一件事 也可以看到 廠商的策略 就是 過去 或者說 對比現在 一些Figure展覽 裡面的限定品 過去大部份 都會偏向 一些 未有Figma 例如Ficklander的年代 都會是一些 普普通通的 非可和關節的Figure 但去到現在 就不知為何 非可動變成了一個小數 通常限定品 就會變成 GSC 會拿一些GIF的模型 例如東方的物體 都出來 一些Landero 例如抽身 演唱服 Figma 也會是類似的東西 某程度上 廠商都很偏重 為這個市場的發展 限定品 限定品 在日本玩具界 最瘋的 一定是Bandai 其次 我覺得 GSC 都玩得很厲害 因為他很喜歡 在Wonder Festival 搞一些先行發售 這是懸念物 當然 等四個月 五個月 當然會便宜 但 作為一個喜歡 有否貨一個問題 喜歡這件事的人 你寧願給多點錢 早點買 還是上去等 有些可以有貨 有些可能在香港後來 會補回行貨 有些都可以買了 沒有 我講一個例子 Care On Stage 那個 Wonder Fat 黑色衣服 說真的 你現在在香港找到 都不太找得到 那四個月 你找得齊 那些限定版可動的 你隨時真的 你決定是當時高價買 還是等待四個月 看看有沒有貨剩下 可以數回來 你決定 高什麼價日 你要買就買 不是喔 肯定很貴 貴成兩倍 我講的例子 Care On Stage 那隻 你可能那兩隻 黑色的 你平時買一隻 只是三百多元 但你現在可能 要買一千 一千二 那你千二千三 已經貴成一倍 你這樣計 我覺得一個會場限的角度 其實這個不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而且我記得那一盒 你本身設定的價格是五千日圓 那算吧 你以為你去香港 你設定的價格 香港就不是五千日圓 你買回來的物品的算數 我覺得不算太過分 看你的愛有多大 我作於一個市場向的角度 我的想法是這樣 但當然你一個很用家的角度 覺得很貴或者很貴 你始終市場和用家都是相向的 即是你 他想賣這麼多 即是他在限定是要賣這麼多 但是始終用家 如果去到一個限額的時候 他都會有一個縮沙的程度 是的 或者說了這麼多 市場策略向的東西 我們是否應該剩下的 應該去第三節先講 應該會是這個 意思講什麼 對 第三節先講 應該會是此時再回來了 對 第三節先講 應該是此時再回來了 好了 好,回到第三部分,很明顯是市場部份,不知為何 很長 我們講一些生產部份,這個應該講不到這麼久 講太久的話很麻煩 生產店生產用手錄的可可 這樣所有東西都用手錄的啦 原來都是扔去工業種的 好事是不是產品很多時候都是在中國 我經常買來都是產品的 你沒有見過一個市貨很有趣的嗎 就是香港有貨,日本缺貨嗎 大地震嘛 那一陣子,所以弄到貨是窄了 沒有人夠膽送貨 日本沒有人買到,但是香港的人買完拍完 回到日本仔 那沒辦法了,有時天才都沒辦法了 天才都沒辦法了 是呀,好笑的 他們沒辦法了 我們先不要理會這個問題 跟我們講的生產是很明顯的一件事 大家在不同類型的展覽 看到他所謂的新品發佈 有幾可見過一隻Landero 或者Figma是白件來的呢? 很多的 好像不太改善你 Landero都會見一下 Figma一定比較少 朱古力白色 Landero是比較多的 其實牽涉到兩個問題 就是其實他的白件怎麼弄 這個其實我也不算太熟 但其實我始終都是質疑的 他作為一個可動的關節 始終其實他部分的部件 或者用料方面 他作為一個白件來講 他關節部分 可不可以承托到那個能力呢? 這個是值得考慮的 所以很多時候大部分看到Figma 都是一個可說 是有少許成品向的 出來了 甚至你看回發售的期 都會發覺的 如果你說到一隻不可動的Figure 他通常在發售的期 都會是展覽後 都要有一段時間 就算他真的有隻 其實都弄出來 通常都會說 展覽後半個月 開始訂購 就不是開始購買 開始購買都要 兩至三個月最快 甚至有些可能說 你見到第一次白件 一年 剛才我見到一件色件 然後還沒見到有得買的 就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但你有沒有見過 會有這樣的情況的Figma 或者Render Law 我是未見過 但我想問 香港上次C3也好 看幾次都 都沒什麼白件出來 在香港 反而陸日本那些 就真的多些白件 沒有出來 C3香港這個特例 好像沒有什麼 我們就暫時往下不表 但你說日本方面的 發佈會 或者這類型的 因為某程度上 你不可以很局限於 一些很大型的展覽 因為廠商 會有一些有關的餐廳 會有一些初期展示 那些性質是存在的 所以其實 特別是Render Law 或Figma 那些東西會很偏好 當然它不可動的Figma 也會安排在那些 例如說 自己一些咖啡仔 會有一些試影會 其實是存在這些 都會有 所以說 你可以說 展示性質 會有些是不同的 始終是 但當然 我們說回 最基本的東西就是 其實它Figma 它本身的白件 或者什麼 根本上 我會有某程度上 適合你的頭 其實 所謂的白件 究竟存不存在呢 因為 它的部件設計 其實是頗統一的 可以說 簡單一點 就是舊舊都是那些件 來的 即是扎骨 這樣扎出來的 有比對角的 身材是一樣的 只不過是那些 眼耳口鼻 頭頭手手腳腳 是不是滑上去 頭髮髮 換了它 就是扎上去 這個 某程度上 當然 你玩家方面 或者Landor 有一個好處 就是 我可以換臉 即是 我有一塊滾臉 我可以黏在一個 很正經的角色上 這樣 這是一個挺有趣的玩法 但作為一個 生產角度來講 這個根本是一個 Mars Production 大量生產 省錢 為何會這麼便宜 已經不是便宜的問題 這個可以說 開始屈錢 發財的問題 大家有看過 平宅邱和平宅 平宅 阿韋 那兩隻Landor 那兩隻Landor 姐妹的臉 頭髮又可以換一下 每個髮型就是新角色 所以你被焗死 全部都是很相近的 但很無奈 我是不玩可頓的 我覺得大家應該會有大量 有關的悲慘經驗 可以分享一下 所以大家先聽一下 這個Mars Production 真的很喜歡 你會哄你買頭一兩隻 然後其他角色配角 就要慢慢有你買 買回去 例如K-1 最初 丟一隻秋三菱 大家都想買 買完之後就麻煩了 其他六七個配角 一起出來 他不用管 他不用管 老婆是一個人 真窩也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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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買其他 可能是控他的 真的 說真的都很奇怪 但你不要說 如果計算 Guzmar為例 大家看他的官網 其實他出現這麼多 人 出現這麼多 的Figure 也好 出現這麼多的Production 也好 從業員都是三十幾個 我覺得這個沒有關係 但如果你出現這麼多 其實說真的 都這麼少人 可以出現這麼多 其實他的Efficiency 也好 對 一堵堡就是按個按鍵 機器那裡 我覺得兩件事沒有關係 因為原型師 是不介入他的 所以沒有關係 原型師 你不要跟我說 他原工有三十幾人 其實這個是他日本 很辦公室的工作 沒有關係 所以你不可以看這件事 這個兼用卡的問題 其實 兼用卡的問題 可能又會變男變女 可能 這個我亂入人 亂入人 暗黑 接著我講一個悲慘英歷 我沒有聽到他講這件事 暗黑節目 是 暗黑 暗黑 暗黑之應 不用介紹 都是老過兩句 因為 如果大家密買的是 比較女性Figure 居多 就未必發現這個悲慘 是比少女 如果是老了的女人 或者是 你的口味比較 你比較重 你的口味比較濫 我們的口味比較濫 WOWOW 機械人 那些都對 如果你買Figma 買過一些美少女以外的 你就會知道發生什麼事 最經典 之前出了一部 《無形神龍三四郎》 一部你問一下 《之三四郎》 我相信各位 不是《之三四郎》 是《無形神龍三四郎》 這部我相信 可能很多朋友要問你 爸爸媽媽 他就是一對的 男主角機械人 游王丸 還有另一個是女性機械人 鷹姬 suppose 應該是一男一女 買到回家 咦 為何 游王丸 像是鷹姬 CourseOver 然後拍一拍身形 都不用那麼折劍 我不知道其他男性角色的 類似的情況 其實有一種很肯定是不是 你是特勵的 大家有沒有看過Billy Billy有很多肌肉 很有型 他另外做的 可能這些 行風年大家都不認識 是甚麼 隨便 出你那些人就買 這些可以說是悲慘經歷 其實Figma的骨架有幾類 幾類的 早期那時候 尤其是 非二十二十二 骨架 差不多是同一隻 但是 Lakistat 因為對應他人物 頭身的比例 就出了另一個系列 這當然是後來出了一些 例如 有一隻 是甚麼 類似 我忘記了甚麼名字 頭大大的 或者是 QQ的 都可能會用這個骨架 當然 拳王 不知道甚麼 肌肉型 就會是第三類型的骨架 現在這類 我不是很熟 沒有怎麼買過 也沒有空去比較 我想 骨架大聲差不多 尤其是甚麼 阿哩哩哩哩 Kiku 別管他 其實不是 花糧還是木靈 Figma 如果仔細看 其實有點差異 在高度上 身材上也有點差異 在高度上 高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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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程度上 如果你說 高度上 我覺得 Landard Law 應該會更加過分 因為Landard Law 整個人的 大量 都是壓到 一個 極具大頭 基本上 沒有分別的,你只會想兩個可以搭一塊,三個,混合起來都可以 你可以把手腳腳腳拔出來,斬掉它,然後把玩家放進去 玩家都蠻喜歡Cost Over 但Landero我想了解一下,我沒買過 它的關節會不會比起山口稍微好一點 我山口反過來我沒有買,所以很難比較 山口絕對是一個悲劇 我覺得Landero的關節比較好,因為我試玩過 因為可能它的關節不多,可動度比較小 你也知道,山口式我買那麼多,我覺得山口式 關節最弱的,經常性不舉 男性不舉得很嚴重 換上經驗來說,山口式的關節最糟 我記得密加登和柯柏文都不舉 迫華是其次,最好的關節應該是Landero 但Landero的關節可動性和範圍的問題是最少的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看法 我兩隻都沒有買過,山口式是Figma 但其實很有外觀,再細節一點看 它的球型關節的隔口位和大小,半徑,長度 你看到出來的,Figma選取是一種比較隔實 還有它後面應該有一個空氣壓力的部分 但是山口式的關節大,還有損口位比較多 容易會有一個大動度的跨 因為球體的軌跡是大了,其實耗損量一定大 還有力度的數量減速快很多 其實也是的,我說回Landero 大家都會看到Landero的上口位多數是圓形的 其實最大的問題是圓形的上口位是塞不進去 塞不進去 塞不進去 不是,是那個位置 大了一點不知道 我依然都掛得強關節,最近都是笨蛋 還有一件事就是它有時候 關節位置放進去之後會彈出來 我沒試過,至少我 我都接觸過很多不同玩具的關節 雖然說,山口式是很容易脫 但是我發現山口式的關節是很難爛的 扔它也不爛 但是Landero是會爛的 其實很容易想的一件事就是 你看山口式出什麼 我的客人被人整個扔在樓上都不爛 你怎麼也扔在樓上 反了 不過可能機械人大家也喜歡玩這個 坦克風,戰場回憶錄 是不是都猛他的手 那些是星辰回憶 不過要說,Landero 大家會看到 除了手手腳腳腳腳比較容易爛 我家的那隻平襲圍就爛了 之餘,其實它的左是很大的問題 例如Figma那些 你站在那邊的左上有一個東西夾著它 原來他比你適合他站得上 那一條是一隻手手 你看到他在後面的左上有什麼位置 但是Landero站在那裡的架是很難站的 最重要是Figma 即Landero他舊夜已經不會站的 對 你全靠那個架的問題打不生氣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重點 Landero的架是夾著腰 但Landero的腰是比較統一的 但你Figma的話,他會根應他的衣著 其他東西其實很難做到 他是一個批著一個粒子 而且他的高度會有一點差異 不,Landero現在有些是夾著腳腳 拿命 夾著兩隻腳腳的位置根本扶不到 你要買一些Bluetag在下面 黏著腳底,黏著它 等它站在那裡 根本上你不會說 因為你黏著Bluetag 你不會去搞那些 黏著就算了,放在那裡就算了 你不會再去搞的 在那裡就讓你坐 你說得好像被人操斷了手跟腳跟的人 削成人棍的蜘蛛 其實說到另外一方面 一些支撐向的東西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之前的 玩家方面可以說 或者這個部分都可以說 就是 說到一些沒有關節的Figure 我們之前的Figure一集都說過 就會有所謂的打降條的情況 但打降條之後 我不管他的動作多誇張 基本上是損耗性的方面 如果他真的要屈,要斷,要站不到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可能的 因為打降條之後 這樣也有問題,很難 但如果你說去到這些關節向的 始終不管你是什麼設計關節都好 他一定會有一定程度的耗損 或者是他所說的大小出來的問題就是重量 即是如果你要他像一隻薑屍一樣 把他的手舉一九十度舉出來 我看你多少人 後來的手會變成有常值,取不起 不動明王變成一隻狗 不動明王包,你不舉 不舉明王 是不是 這個關節問題 其實我們覺得Figure很脆弱 其實有時合金反而更加脆弱 有時Mass Flash出過的 Mass合金會斷關節 還有斷金屬的部分 有時斷關節就反回 合金是個虛名來的 你別這麼瘋,所以合金很硬 有時反而懶的,反而是限定版那些會懶的 亦都連續 更加限定 限定的關節 你未聽過比較錯看嗎 很值錢的 關節脆弱的問題 其實就算連Mass Flash自己也承認有這個問題 之前他推出過一隻Badwalk Shooter的Figma 其實他的腰是很容易斷 他也教管家如何避免斷 Badwalk Shooter的身材都很容易斷 巨的那些 有關係 有關係身材的重量比例 會斷下去 你猜過鐵球是甚麼 出鐵人28元早版應該不會斷斷 水桃已經沒有事 安全 其實這個情況 如何保養這些工具 不要說保養 我先說好 就是上色 大家在玩Figma或Landero 應該會看到某些東西 就是跟你玩非可和關節的Figure 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你有幾可見到Figma或Landero 是有上重光柚的 沒有 其實上光柚的量都應該不多 道理上 很少反光 即是找些電筒接下去都不太反光 初任那件衣服就有差 但他本身效果的問題 如果你說是他的衣服細部件 有少量的光柚 其實都算是合理的 但多少隻是有光柚呢 少 即是沒有 因為始終上了光柚 可能是吸塵的 而且如果你上了光柚 你玩的時候 你的手 不知什麼 摸下去 插下去 光柚會怎樣 逼狡的樣子 又會怎樣 這其實是另一個考量 所以在外觀上 究竟這些可動關節的事情 它要基於你 因為會用一個 bare hand 即是人手足碰到的話 我想不會很多個人 像我一樣 戴上手套 那我會做這些事情 你現在 工業不處理 你現在 我戴上手套 搞的 搞什麼 你這句好問題 是 又賣而處理 Figure 不是問搞什麼 不過我想問你 你怎樣 所以就會 關了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 最大的問題 究竟這些所謂可動的Figure 它做不做到 非可動Figure 它上有光柚之後的效果 最大的例子就是 跟著出的 Bedwater Suiter 那一堆 很主力它的色 其實是偏向一些 可能說是 單色的 純黑 那類的 這些其實很依靠 那些光柚效果 做出來的 顏色分別的位置 如果不是 整個東西都是黑蚊蚊 好像那些石油圓 浸了石油的烏鴉 那樣 鬼靠叉子 你是什麼 這個就是 究竟做不做到 純粹說 觀賞用 就算你放完動作出來之後 它效果做不出來 這就是一個問題 不過我想問 如果光柚那些 其實清理 其實我們雖然放在這裏 你不是說放一時三 放進去的軌道 其實我們都需要保養 例如 需要清洗 清洗上面的塵埃 其實你怎樣才要清理 如果如是這些情況 活動關節都一樣 難清理 第一 我是不買活動關節 第二 擺出來的那些 我是鎖在玻璃櫃裡 不是這種的 現在 大家都知道 可能買了一些 玻璃蓋著盒子 那些東西 搬上台那些 就是完全白風那些 我拿了一個吸塵器 怎樣吸我 噢 噢 噢 我不是這樣打你 你怎樣和我這樣計 我只是說 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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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 大家要留意一點 說真的 我試過一次極度慘痛經歷 拿了七八十隻的Landler 在玻璃櫃裡浸完之後 拿出來的雙手腳腳有排砌 你認回那七八十隻 你都很困難 嘩是heaps 就是一些羽球清晰 run 他忽然便�� 全部壞bes 還是一個問題 要等把那些豐桿 那些 生魚是腥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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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ceased 已經被人告你非法處理屍體了 其實我也很奇怪為什麼要洗公仔 我自己玩很多不同類型的玩具都好 都沒有試過要洗玩具這麼嚴重的情況 可能會掉色的 可能我自己每一隻 如果Lander來講我會自己買一個Display盒 一個膠盒裝起來 很少會入塵這個問題 你看看北京的玻璃棺材 當然有一類型的人 好像IM這樣不拆盒 我會拆盒 但拆完之後 我會在玻璃櫃裏面拆 接著就放回玻璃櫃裏面 世上的麥包放在玻璃櫃裏面 人都要進去 新化實驗 還有一個方法 你通常放在儲物櫃裏面 我戴上頭套的 先防复射 放在儲物櫃裏面 就算入塵 外面有一種鼻涕膠 用來清潔 用來清潔 我知道你說哪一隻 我講的不行 我只要二十元 貼神不錯 那些蒙面超人 全部都是用我自己來清潔 沒問題的 挺好的 我試過我的蒙面超人 拿那隻來搞 美少女不行 但是很正 很劣奇的 你把那些東西拍拍到玻璃櫃裏面 然後那場面是很正 我試問是否掉色上去 不會掉色 我家裡的那些 就沒問題 你趕到那個玻璃櫃裏面 可以被你異形的口水滴 完全就是這樣的 口心的形體 最重要是買 我建議大家買綠色的 口心的形體 哪一隻合意的 哪一隻 口水的 難怪的 每次那些 那些展覽 動漫展 那些一定有個奸役在這 糟糕了 以後沒有人敢借那些 figure給我玩 我借那些膠給你 那些膠好像不可以回 口心的綠色液體 口心的綠色液體 extended 白色來看 多了原來他們玩綠色 還有粉紅色 綠色可能是熱氣 白色的人類 綠色外色人 明白 那些金星人 有多盧匯用嗎 那算了 我們討論過這個 玩家向的層面 我們討論過這個 目的 即是玩法 關節 大小 亦都說了很多市場向的因素 甚至他們的 比較遠的 生產方面的流程 甚至我們同時放映的 如何清潔的 綠色液體 過程 那大家今天應該都OK 滿意 我們期待我們再次講 這個figure部分的 topic 那好啦 今天就暫時到這裏先 好吧 拜拜 拜拜 暫時到這裏先 拜拜 拜拜 暫時到這裏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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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